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佛爷大手一挥 倒霉的戏子领到了八十万 巧的是 就在紫禁城里的这个小风波发生的同时 紫禁城外 民间一桩有关谋杀青丝 也穿得沸沸扬扬 男间的女主角是浙江渔航的一个水灵灵的女子小白菜 而男主角则是他昔日的房东大哥 书生杨乃武 被害人则是小白菜的丈夫 隔片面 很快 这期被成为秦莫斯大棋案之首的杨乃武 小白菜案 被一封奏折撑到了慈禧面前 慈禧太后看过奏折后 勃然大悟 她决定插手这起民间刑事案件 秦莫官场上一场迁索未有的风暴 开始 自古以来 深渊的故事就常常被搬上戏台 无论是梦江女哭倒长城 还是豆娥深约无骨 六月飞雪 这些戏份一惊登台 往往引起观众 泪水盈眶 心酸满 究其根源不是总会触动人们心底里最柔软的 我们同情弱者 憎恨恶霸 这是女生俱来的天性 然而在清朝 就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经历了远超于豆娥的冤屈和折磨 这个女人正是清末四大棋案之首 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女主角 她名叫碧秀姑 因为她喜欢穿绿裙子 白围裙 被人称作小白菜 小白菜与杨乃武的冤案 为何会成为大清四大冤案之首 又为什么引来了慈禧的注意 这桩影响广泛的千古奇冤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冤案当事人碧秀姑等人的回忆 一起重回案发现场 去探索这桩奇案背后的冤案